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嘉怡 来自四川 今年二次四季 你知道你今天站上这个舞台面对镜头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知道 面对的将是我要大声说出我心中的爱 还有就是 我能够明白今天子彤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然后逼我来这个舞台 其实他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把我架到火上烤 但是我并不害怕 因为我心中有爱 我想通过这个舞台告诉有博 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他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 因为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社会的公序良俗 虽然我们坚称没有结婚之前 大家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是毕竟有一个先来后到和明暗之分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是谁先谁后的道理 在我的概念当中 爱情人人平等 只要他们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有博的 从他们俩经常带我一块吃饭的时候 虽然子彤说我怕你孤单 我带你去跟我们一块吃饭 但是实际上为了什么 他自己心里特别清楚 我为了什么 你为了让我看你们受恩爱 你不喜欢你可以说呀 你可以不跟我们在一块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 你没有必要说出来 然后你就说到我难过了 因为你觉得是你的好心 觉得你很有道理是吗 我觉得我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认为子彤是在跟你秀恩爱 你为什么要去呢 你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因为看到了有博的温柔体贴 而且在这期间我经常给他发微信 发短信 然后他也会主动的给我回复 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对但是我每次约他出来单独见面的时候 他每次都会如约而至 你约他出来单独见面 是说你们已经正式开始约会了吗 是的 也就是说你已经正式跟有博在一起 以恋人的身份往来 可以这么说吧 有博承认吗 我不管他承不承认 反正这就是恋人应该做的事情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闺蜜 在你面前去问爱之后 你产生了竞争的意识 我是出于真心的去爱这个人 所以可能之前会有一些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比子彤差 你是长得比较漂亮还是身材比较好 我觉得大家都能看见吧 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比他差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公平的竞争 你们是彼此互相竞争吗 我本来就和有博在一起 那你在他面前修恩爱干嘛 去刺激你的闺蜜干嘛 你知道他现在没有幸福没有爱 我就怕他一个人孤单 因为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要有了男朋友 就不要我了之类这样的话 首先你维护自己的爱情 这个没有错 但是你首先就是把他们俩 推在了风口浪尖上 让他们俩就是背上了一个罪名一样的 要来到这个节目 这不是什么罪名的问题啊 这明明就是抢人家的男朋友的问题啊 这就是第三者的问题 你和你的老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一些 不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嘉宜应该是占上风的 不论从身材还是外貌来说 嘉宜应该是占上风的 那是男人的想法 女人的想法是觉得 真善美才是美 懂吗 而且我觉得 假如嘉宜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男朋友 你有了老公 而你的老公被你的闺蜜 另外一个闺蜜抢走的时候 你当时的想法 就是今天子彤的想法 我告诉你 如果子彤今天没有来到这个舞台 那他在底下肯定会输给嘉宜 这个毋庸置疑 为什么他会输给嘉宜呢 他哪差了 所以大家现在觉得他可怜的时候 应该想一下 是不是他以前的一些做法触及到了他闺蜜的心里这个伤心的东西 所以才会发生今天这一幕 第三者永远是第三者 我告诉你女人永远恨的都是第三者 女人总是用道德来判断问题 男人总是用视觉来判断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女性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同意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子彤你同意吗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明暗之分 即便你喜欢有博 为什么不公平公开的竞争 对我公平公正的去竞争 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 我只是在追寻我我所想要的爱情 我们支持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不要轻易的以爱之名 你有没有对子彤用一些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没有 没有 好 绝对没有 你打电话给子彤 让他到酒店找你 当时你和有博在一起 有亲密的行为 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因为我喝多了 有时候呢 子彤会很忙 不会接我电话 所以我会打给有博让有博再拿给子彤 但是那天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没在一起 所以我先打给了有博 然后让有博过来 有博说我没有跟子彤在一起 然后再打了子彤的电话 然后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喝多了 喝得不省人事 我不小心 就是当一个人喝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意识的 请注意 你为什么要确保他们俩真的在一块 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一起来接我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他的这样的解释 你能够理解吗 子彤 你们俩最开始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 能穿一条裤子算吗 他能让我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不像曾经那么单纯了 你认为他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将我推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用大众的力量去舆论我 如果今天没有站上这个舞台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和有博在一起 你对此同会有愧疚吗 愧疚说不上 如果非得说一抱歉的话 那我只能说我跟他爱上同一个人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如果他一开始觉得他对有博有好感 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控制自己 有博有没有亲口说我喜欢你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他也会主动跟我互动啊聊天啊 大家很开心 如果要那个有博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子彤 这个说实话我心里不太知道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大家都会比较尴尬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选择 但是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但是刚才子彤说 他来之前有博告诉他 有博爱的是他 跟你可能就是个误会 他是这么 我会尽量的选择